王毅婆胡军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6月5日晚在俄罗斯举办了首映里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对首映里进行了报道 刘小时导演出席首映里当晚 首映里在莫斯科直播的时候 好多《长空之王》的影迷在直播间围观 但大家都傻傻的傻也听不懂 主要印象就是好像有很多大咖出席 首映里非常正式 全程只听懂了两个字 一宝 刘小时导演发言的时候因为是俄语同声传语 大家还以为刘小时导演在讲俄语 回观场面一度热闹又好笑 《长空之王》俄罗斯首映里看了新华社的报道 才知道当天出席的人里 有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前驻华大使俄联邦文化部电影和数字发展司司长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等厉害人物 《长空之王》俄罗斯首映里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致辞说 中国已跻身世界电影大国之列 包括电影交流等原文领域合作 对促进中俄两国明星相通有巨大意义 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中国电影的俄观中表示 《长空之王》刻笑惊人 感情浓烈让他好几次共情落泪 《长空之王》俄罗斯首映里《长空之王》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国家的空中实力 展示了中国空军来自人民 中运人民护卫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向世界宣告了我们和平发展但也不为强前的决心 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封锁中发展 用几代人的心血奋起直追 从难以忘记向背到与其并驾齐驱 如今取得的成就 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叹和自豪 电影《长空之王》《长空之王》正在影院上映中 目前大陆票房已破8.27亿 翻售好莱坞电影的前后家居 拍片已经不多了 还没看过《长空之王》的观众 如有兴趣精早安排观看哦 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优秀国产电影 试镜效果相邦震撼 桃票票评分9.7分 是在影电影最高分